好可愛 好漂亮喔 對啊 你們看這樣子 穿這樣子對鏡頭放電一下 男生都心話怒放對不對 等一下下班就去約會了 而且小芸是 這邊稍微豐滿一點 她可以穿這種蓬蓬的毛涵 所以我覺得她還是要選職材 還有選她的剪材 今天三位都用不同個性的毛衣 比方說 乙露她是比較和聲的 然後英文她是拼接的 等一下義凡的又另外一種 小芸我給她的是 反而比較適合落肩 或者是寬鬆感 其實小芸是很適合的 為什麼 要垂墜度是不是 對 重點在垂墜度要好 這種麵料 它比較像是柔軟的毛海 它本身會有比較鬆的垂墜度 琴美甲也記得 你剛剛一開始講很重的毛衣 那種垂墜度就沒那麼好 它是比較立體感 它是要去包覆住我們的身形 可是這種垂墜度的 它就會自然往下垂 非常適合高的女生 因為高的女生她有身高 去讓它往上垂下來 所以你看上半身我給她的是 她甚至有一點點 我只能坐著 有一個V字的開口對不對 然後上面它其實從這個右肩 拼接了一個choker 拼接了同樣直材的choker在上面 然後這邊露出一點點漂亮的鎖骨 還有肩膀的線條 然後就會覺得在冬天還是有 性感 甜美的感覺 就是那個男生最喜歡女生穿 就是那種看起來泡泡的 然後軟軟的面料 是男生最喜歡的 真的 我以為是最喜歡看有露的 不是 就是男生其實看毛衣 就是喜歡叫做 扁扁硬硬的毛衣 像柔軟的布娃娃 洋娃娃那種感覺 然後同樣的色系 利用大地色系 做一些變形蟲花樣的長裙 然後底下穿上那個 有一點反差 如果穿上跟鞋就很合理 可是我就偏偏要給它 穿比較潮的球鞋 因為穿上跟鞋它就1905 對 一方面也是會太高 可是另外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今年就是要做出一種對比感 如果你上面穿甜美 你反而要有一點衝突感 比方說街頭的元素 如果說妳跟曉筠一樣 是比較高挑的女生 其實今年有很多 反而是像這種 就是一樣是厚厚的 你看都是高領 大的高領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也是有 也是有麻花 對 這有麻花 可是有麻花 它不是整件 它不是整件麻花 它不是整件麻花 然後它的麻花在這個地方 是有V字的往內延伸的線條 跟剛剛以路一開始穿的衣服一樣 我知道 對 以路穿的是整個直線條 就比較容易放大 往內 我看懂了 我現在看懂了 身體是立體的 把它穿起來之後就合理了 所以可以穿這樣子的 或者是說 如果你的胸部沒那麼 比較小一點 你是可以穿前面沒有麻花的 反而 因為這種沒有麻花的 才會讓你的胸型更明顯出來 會看起來會更豐滿一點點 所以像這種款式 我們可以搭配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很漂亮的平接裙 你看 因為我們以前想說 這就不要塞在裡面了吧 這個不要 這個就是完全往外放 然後它旁邊也是有漂亮的 這一套你要 好長 太長 要復現是不是 這上面很漂亮 它跟它有光澤感的平接跟高牙 很容易賺 對 而且這種裙子 其實你到春夏它還是穿得了 你春夏你就穿一個沒有直感 的襯衫 小魚買了 對 然後秋冬的時候 你就會配一個漂亮的針織毛衣 他可以穿可愛的T T恤也可以 T恤配老爹鞋超好看的 對 或者是 潔海了 潔海了 對 或者是整套裡面搭洋裝 你看這裡面就是抱的洋裝 它是一個洋裝 我把它搭在裡面 然後外面一樣是高齡 你看一般人最不敢駕馭的落肩 高齡 出真枝 全部是小雲可以穿 我可以穿 因為它垂脆度很高 對 因為今年 你看它側面有很漂亮的麻花 對 你也可以選擇麻花在側邊 比較不會在身形上有放大的困擾 我覺得今年如果大家有去專櫃 挑毛衣的話 會發現到這種毛衣是逐流 真的喔 所以2018的秋冬 是小雲的世界 太好了 終於 2018秋冬還有四天 四天 是小雲的世界 頂住 因為它對白神 是小雲的世界 最大雲的世界 避免 是小雲的世界 而且不少 是小雲的世界